张女士认为自己和丈夫感情非常好 她不愿意在丈夫病重的时候抛弃她 所以她拒绝了妻子提出的离婚要求 但我们有一点不理解 既然张女士与丈夫的感情非常好 为何在丈夫去世的时候不在身旁 甚至连丈夫去世的具体日期 也是通过外人得知 接下来张女士告诉了我们原因 我患高血压 糖尿病 还有心脏脏脖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脚又给崴伤了 我一直呢在医院陪她高血压犯了 高压100 低压110 而且我那腿呢一摁都一个坑了 我已经支撑不了了 不可能 那时候她什么事没有 最后呢就是在就手术期间 我也去了 后来她已经推到手术房了 我呢后来我哥说你回去 因为我那脚也肿着也崴了 后来我哥说你回去吧 我在这儿看着她 我就说一直等着做完手术 这过程中呢就是说我已经力不从心了 张女士说 丈夫病重期间她也病了 无力再照顾丈夫 于是给丈夫请了护工 还拜托哥哥帮忙照顾 她自己就回到了哥哥家养病 您的丈夫是五月份生了病 五月底 五月底 对 生病住院之前 您跟她在一起吗 在啊 在一起 就说她生病住院着我还在家呢 那么她住院以后多长时间 你就回到哥哥那儿了吗 因为我脚晚了 不是 你刚才说了有若干种情况 先生住院以后 多长时间你去了哥哥那儿 半个多月吧 半个多月 对 半个多月就回到哥哥那儿去了 对 您也有一身的病 对 就有若干的事 对 那么从先生住院到他7月13号去世 这条期间 对 你到底去过医院没有 去过 他当时去我没以为 他是去照顾我爸的呢 没想到第一天就找护工 护工钱全是我们出的 合着他一天没照过 在去医院是在什么情况下去的呢 比如是在 他的住院初期 前半期还是后半期 中期我去过 中期去 对 中期去的时候丈夫是什么一种身体状况呢 就是说等着手术 头脑呢 不是 后来完后呢就是 您就告诉我头脑状况怎么样 我觉得不太好了 已经不太好了 嗯 对 什么表现 就是 直面瞪眼的我感觉是 认识您不认识 认识 认识 但是跟您直面瞪眼 对 我觉得刘老师的意思是 他那个时候人清醒嘛 对 明白事嘛 明白不明白 医生说是一阵一阵 一阵一阵 嗯 那么他住院的中心里去看过他 嗯 对 提过离婚这两个字吗 没有 没有 对 那么在住院之前再往前推 嗯嗯嗯 确定 嗯 确定 先生从来没跟你谈过离婚的时候 没有没有 我们俩感情很好 好的 对 他说的话我跟你说 哎 从上场到现在就 那么我必须确认的是 从先生 五月底住院 嗯嗯嗯 到七月初 离世 嗯嗯嗯 两个多月当中 中间你去上医院看过一次 这一次 已经表明 嗯 先生已经有点糊涂了 对 对吧 嗯嗯 你认为 嗯 你的先生不可能会跟您提离婚 对 是吧 那么好 您的妻子第一次来找您的时候 嗯 说我要代表我父亲要跟你提离婚 嗯嗯 这个时间点 到底在哪个时间点 在七月七号 七月七号 父亲七月之前 对 那么如果妻子第一次告诉您了 我代表我父亲要跟你提离婚了 嗯嗯嗯 你想没想到 那我应该去医院找您的丈夫 核实一下呢 我太不忍心了 因为他已经这样了 我 我能忍心这么做吗 没去找 我不忍心 他不忍心了 他都没 一次没去 我爸就住在医院 你又医院你又不是找不到 你一次没去过 那么 7月7号妻子第一次提出来这个事 嗯嗯 对吧 7月18号你接到了法院的传票 对 两天之后 法院又告诉你 你的先生已经去世 对 这时候你才知道 先生在7月13号已经去世了 对 那么有此可以断定 你认为这个离婚 嗯 应该不是你先生自己操作的 不是他的意思 这根本不是 这是你的认为吗 对 你怎么这么相信呢 我觉得 就是说 嗯 因为我先生 他那起诉书是7月13号 7月13号写的起诉书 对 他7月13号死亡